你用的費用 把它扶下去 在下已經完成約定了 告辭 站住 我知道你是誰了 消耀人 是他 這傢伙居然是消炎 他瘋得不響 他竟然真的敢來 竟然是他 沒想到他膽子這麼大 根本未將我風雷閣放在眼裡 消炎 那個被風雷閣通緝的消炎 就是什麼消炎啊 就是強風破斷紅雷陪成三大長老 呼吸的九天雷魚鎮 並且從廢天手中逃脫的那種狂狂 他竟還敢來雷山 這小子居然就是消炎 這下好玩兒了 有必要衝出去 交給我便是 他便是那個消炎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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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 怎麼 被閣賭今日又想對我出手呢 殘忆 幾個月不見 實力確實有所長進 難怪這麼囂張 再囂張也比不過你風雷閣 終於幹一老七小 以多七少之水 小子 紅墨 雷尊者說真覺得小子與風雷閣有戰爭 可不自己動手 你動尊皆變實力 你 小子恐怕連你一招也接不下來 這小子倒也狡猾 幾句話便逼得雷尊者無法出手 不要在本尊面前耍小把戲 要請你 還不需要本尊出手 當然 有雷尼北戈主見的老前輩在乎 自然不讓雷尊者出手 反正是風雷克 成功的事 這硝煙令我風雷北戈名聲大損 今日說什麼 你想他放走 這硝煙令我風雷閣 你趕快懷我風雷閣 你殺我 那你就拿命來談吧 Gold Win哥 果然 把壞事都分不上去 我還不想再去 走 川莉ô 川莉莉王 ад 川莉莉王 川莉莉王 狂尊者 这是我奉雷格与硝烟的恩怨 你此文出手 究竟是何意 国子 这那极 你从哪儿得来的 你与她是什么关系 师徒 你需要给我证据 古灵轮火 当年我中毒性命垂危之急 若非她与古灵轮火相救 恐怕 我早已陨落 这深入灵魂的火焰 果然是她的传承 她现在身在何处 老师如今被魂殿所建 魂殿 魂殿 果实 先解决今日之事吧 老夫本名风贤 你是她的徒儿 若你不嫌弃 将我当作你的老师便可 故人之徒 见过疯了 她和风尊者 是什么关系啊 嗯 今日之事 交给我便好 疯尊者这是何意 他便是疯尊哥的阁主 疑尊者吧 果然极为狂暴 見尊者 这一次你倒是来的快啊 啊 哎 賤老頭還是這副臭武器 看來你對當年的那場比試還是心存不滿 黃泉尊者 雷尊者 當年老夫只是惜敗於雷尊者 但比起某個在封尊者手中僅支撐了百餘回合的人 卻是牆上不少 這老傢伙明明速度最快 卻喜歡最後一個刀 四名尊者都來了 誠可為群音匯聚 也不知這次大盤獵你曾經 他本是風尊者 說風尊者真是重情中義之人 那將是助我解救老師的最大幫手 嗯 今日是四方閣聖會開幕之日 雷山聖帝乃我風雷閣所在 本尊在此感謝諸位遠道而來 為雷山捧逞天光 大會即將開始 旺諸位遵守規矩 不要行出格之舉 風雷列列役定中收 風雷列列列定中收 本屆大會篡選而出的參賽者 共有五十三人 老规矩 众人竞技 不可对投降认输者再动手 认输者离场 剩下的生子不论 角逐四强 现在请参赛者入场 是啊 加油啊 加油啊 我记得你跑啊 加油啊 忧众要加油啊 加油啊 忧众要加油啊 加油啊 忧众要两手 忧众要两手 风里阁的人呢 风里阁怎么没人来啊 就是 什么 是啊 既然仁义到齐 大会比赛便正式开始吧 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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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人多势众 击人太甚 随便打 这样这么打下去 你我都没有胜算的 我们联手吧 地面人数太多 容易固乱出局 到时候 恐怕连逃跑都是问题 我们要奉清二世纪 这次的四方阁大会 必然是我们第一 那要问问我们万剑阁同不同意啊 清云阁还没开口 有万剑阁算什么东西 打呀 不带打呀 好 不带走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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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进入血团之后 就是各有凭本事了 希望到时候 你可别被我落下太多 你还是先担心 会不会被消炎落下吧 毕竟 他的三千雷动 可一点都不比你的差 他迟早会死在我手里 女人哪 进血团的名额只有八个 现在却有九个人了 依我看 实力最弱的那位 不如主动退出吧 为了天山血团 成为他人的龙中雀 任人玩弄 可不划算哦 我是消炎带上来的 只有他能让我主动退出 你 没资格 现在名额刚刚好 很好 这样你才要被我杀死的资格 借人之力在前 暗中偷袭在后 你的本事也就只有这些了 我的本事 确实远远不及你们封雷阁 为了对付我一个小角色 你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 若非是天山血团即将出现 我倒是很想试试 在这天木山 不借助外力 你能有多厉害 凤小姐想试的话 随时奉陪 没事吧 没事吧 现在 便是进入血团的最佳时机 动身吧 进入血团后 切记不可深入 以免被火毒蜻蜕 嗯 你若先修炼结束 不用等我 我可能会在里面待很长时间 好 嗯 火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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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嗯 嗯 嗯 唉 嗯 沐青鸾 你还抢我的东西 风雷斩 剩下这点就赏你了 你护不住 你先怪我 这些惊蛇是我的了 可恶 沐青鸾 你给我站住 看来你的三千雷道 还不快呀 小岩下来了吗 再这样下去 这潭水中的明明已经是 可得要被他们几个挂松完呢 这里便是空间解禁 这火毒的服饰器 竟如此厉害 输人太多了 必是逼不过去的 还好有迷惑 不然就算知道这是快宝地 我也不敢来 怎么 怎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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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里的能量 居然对灵魂力量有增幅效果 这样原地修炼 只能被动吸收能量 效率实在太慢 三星零坏 是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动静 难道是交眼 看得无厌的家伙 他是怎么潜入那么深的潭底的 绝不能让他得逞 把这些能量晶石都夺回来 火毒 火毒太强了 三王下的兵分本身最补 小眼 已经两个半月了 这次进入血痰修炼的年轻人 除了消炎以外 其他人可都早就离开了 我体内的祸毒还必须仰仗他出手化解 若今天之内他还没有动静 我就进入血痰之底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可恶 眼下这情心也只能如此了 怎么回事 这小子 会真有突破头综的吧 若真是如此的话 他将是第一位 在血弹之内成功突破的人 道宗 老师留下的灵魂印记 老师 老师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如此年纪便禁接斗宗 为师以你为傲 再说了 就凭魂殿的砸碎 能把老师怎么样 放心吧 小家伙 小炎再次发誓 并会尽快踏破魂殿 救出老师 你就是当年那道灵魂之力 走 快走 没想到 连本尊一道灵魂波动都接不住的人 居然能再次来到这里 不过 这还远远不够 小家伙 我会就此放弃 无论前路有多难 我都会闯下来 可惜 放弃 才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秦天 下一次 我会将老师这些年受的苦 计数奉还 老师 老师 请你相信你 秦天 怕了吗 若不是殿主看中你的炼药水平 你岂能活到今日 放弃抵抗 加入魂殿 别再幻想你那小徒弟真的来救你 小眼 为时期待与你重逢的那一天 相信那一天 不会太晚 老师 老师 等着我 老师 你可是这血潭中第一位突破斗宗的 若非两位前辈提供修炼之地 小子 小子想要突破恐怕也是极难之事 我那位朋友怎么样了 你那位朋友 倒是等了你一段时间 不过没等到你出来 便也走了 此次有劳硝烟先生出手为我驱除火毒了 前辈客气了 作为另外的回报 我们士金蜀族将会视你为一辈子的朋友 提供任何你想要知道的情报 我们这只士金蜀族啊 在魔兽界中还有着白小生的称号 你想知道什么 我们定知无不言 不知道金谷前辈可曾听说过谷族 小眼先生 怎么会突然提起谷族 莫非是与他们有什么矛盾 矛盾倒是没有 只是想知道一些与谷族有关的消息而已 那就好 说起谷族 他们可是放眼整个中周 就连魂殿 丹塔 或者魔兽界的三大远古家族 都相当忌惮地存在 至于原因嘛 谷族是自远古便传承下来的姓氏家族 据传 他们拥有着斗地血脉 你用的费用 把他扶下去 在下已经完成约定了 告辞 站住 我知道你是谁了 肖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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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会容易是他 这家伙居然是肖炎 他疯了不下 他竟然真的敢来 竟然是他 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 根本未将我风雷阁放在眼里 肖炎 那个被风雷阁通缉的肖炎 就是他肖炎啊 就是强行破断 红雷陪成三大长老 不见的九天雷鱼阵 并且从废天手中逃脱的那种 肖炎 他竟还敢来雷杀 这小子居然就是肖炎 这下好玩儿了 有必要冲出去 交给我便是 他便是那个肖炎 天哪 怎么 被阁堵今日又想对我出手呢 残忆 几个月不见 实力确实有所长进 难怪这么嚣张 再嚣张也比不过你风雷阁 终干你老七小 以夺七手之水 小子鸿沫 雷尊者说真觉得 小子与风雷阁有证人 可不自己动手 你动尊皆兵的实力 小子恐怕连你一招也接不下来 这小子倒也狡猾 几句话便逼得雷尊者无法出手 不要在本尊面前耍小把戏 要请你 还不需要本尊出手 当然 有非识北科主见的老前辈在 此人不想雷尊者出手 反正是风雷阁 常更的是 这硝烟令我风雷北科名声大损 几日说什么 你都不能想他放走 这硝烟令我风雷北科名声大损 你敢迫坏我风雷阁 雷尊者无法 那你就拿命来谈吧 果然 我还是由你杀去 黄尊者 这是我风雷阁与硝烟的恩怨 你此番出手究竟是何意 被锅子 郑大忌 你从哪儿得来的 你与他 是什么关系 师徒 你需要给我证据 古灵冷火 当年我中毒性命垂危之际 若非他与古灵冷火相救 恐怕 我早已陨落 这深入灵魂的火焰 果然是他的传承 他现在身在何处 老师如今被魂殿锁起 魂殿 果然 先解决今日之事吧 老夫本名风贤 你是他的徒儿 若你不嫌弃 将我当作你的老师便可 故人之徒 见我疯了 他和风尊者 是什么关系啊 今日之事 交给我便好 风尊者这是何意